在下製作這系列電影是說明王培生老師用經樂閱讀 意念的溝通控制太極八勁相應、逆經中八卦的動作的訓練 本片是這系列的第八勁《列行坤六段》 本電影也補充在下方出版有關太極的第三篇英文文章 太極拳對脊柱、內臟和下肢的好處 刊登在太刺名的先2015年的夏季浩 因為有些動作的說明是文字不及得電影 《列行坤六段》 《列徑》是由通過地資的人身和自害相中產生 一手手心的勞工月、身或是智的地資向上時 意念上對側腳心的勇存員 人或是海的地資向後登取時產生列徑 在圖裡示範的是吳大葵師傅、吳公義師傅的長子 據說他最好打計第三代 在上述的英文文章裡有詳細的介紹 你拿來看看就知道了 圖裡的吳師傅在速徑準備用左手列對手 即是手列或是上列 用腳勾跌對手的叫下列或是騰拿列 列徑是旋轉之力 圖裡的王培生師傅示範用手列 沒有用腳勾對方 但效勁也好時對方一樣會跌到 如果沒有丹田內功之詞去練八勢 就像古人所說 練拳不練功 杜魯一場空 丹田要練到最少要有氣貼背的感覺才行 在我上述的英文文章裡 從來沒有人發表過的丹田命門人帝解埠 肯受到外國朋友的讚賞 歐洲太極聯盟主席Mr.Han Fins 鼓勵在下舉辦網上沿途會webinar 接著有在下單人示範騰拿列和上列 背景音樂是小明星小姐的 歸以來言又在下用丹田來唱 請多多指教 請誓讀免責條款 請誓讀免責條款 東東大北歸六順 從著金山未了如馬 全然為曰天 黃昏吹過天 月美光之包天來回外怨 故旅重見面 都盡你力連憑憤怨 順我所遲遲 想取得網上研討會詳情的朋友 請將電郵地址寄在下 大約和陪三兩位師傅的 騰拿列和上列的Youtube 連結都在下面的說明 多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部電影 請你點擊喜歡和分享 分享的時候 例如其他的朋友在面書 和其他媒體都會分享到這部電影 如果你希望我多點做這些同類電影 請你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越多人訂閱的時候 我就知道越多人喜歡看我的電影 訂閱是完全免費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